没有人把我看似在眼里 长期被漠视的屏东县议员讲乐会 就像姑鸟一样 就连在议会发言 议长都不喊她的名字 而是叫她31号 在警局惊贴一哭后 一夕之间游黑翻红 成为台湾伟自由女神 我可以在这边被当神 然后呢 我很享受那个神的感觉 她20日北上 有接不完的通告 更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也没见过这么多Mine都过来 苹果记者贴身采访四天 看到了人是那个天真浪漫的讲乐会 她没有因此有所改变 我今天又赚了很多的通告会 我已经赚到2500 她将通告费全数捐给 收容弱势族群的罗腾元 每次媒体问她又莫到多少钱了 她都回答得很认真 到目前为止 我现在已经累积的是 四万七十千五万一 五万四 我在这边已经募到五万四 她不会演跑通告可募到钱 又可达到她为弱势族群 宣传的效果 然而将人怕她言多必失 打电话劝她 不要被媒体操控 我的事情你们不要管 她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这是我的自由 我的权利 她就是这么直白 就像她去见偶像柯P 想跟柯P拥抱时 觉得好像被嫌弃 她还反呛 你这样以后还会想要被叫成女版柯P 有 不爽啊 不要 然而四天来 她的装扮没换过 红梯 军绿色长裙 背包 手组的拐杖 成为她的标记 她坦言 这几天她只洗澡 没洗衣 有媒体怕她舍不得花钱 想买新衣送她 她直接拒绝 还说这是她的特色 节俭诚信的她 吃得简单 住饭店时 看到饭店早餐太丰富 还不知如何选 反而去早餐店 喝豆浆 吃烧饼 比较自在 不管多红 她不随波逐流 只想做最真的自己 动新闻综合报导